DON,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嗎? 沒問題啊,我們公司實際上是一個金融科技公司 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財富管理去做到一個自動化跟智能化 我們用的是最先進的一些數學理論 然後機器學習,以及包含先進的IT技術 然後去改造現有的財富管理的流程 對,其實這個理念呢 其實最早是我跟Kelvin那一塊去分析出來的 那Kelvin之前他是這個公司的CEO 那他之前是在大銀行,比方說Deutsche Bank 然後Chris Weiss,都是做Senior Banker 然後他對整個金融業是瞭解非常的透徹 那其實他也看到了很多在金融業當中 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些地方 非常低效的一些地方 他尤其是在IT的技術的應用 然後在這個交易方面的這個流程的一些低效 他看到這些痛點 那麼他把這個理念呢就帶給我 其實我跟他是滿長時間的一個朋友了 然後剛好我在像K大學 因為當時我是在數學系任教 我教金融工程方面的課 那他也是我做的 就是我研究的這個領域呢 剛好是和他所想做的事情是非常吻合的 對,所以就兩個就一拍即合 那麼就打算成立這家公司 那我們也都是非常相信就是這個technology 所以真正可以給這個financial industry 帶來真正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變革 對,一開始的話我們確實資源是非常的少了 一開始就是我跟Calvin兩個人 對吧 然後有一個想法 那麼所以當時都沒有辦公室 都沒有辦公室 那我們一開始就在那個像K大學的圖書館 圖書館裡面 然後去開始我們這樣這個事業吧 對 那後來呢就慢慢做了 就是開始會驗證自己的一些idea 我們開始有些圓形出來 算法有一個 我們一直在打磨自己的這個算法 然後真正發現確實是有效的 確實是有效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就 也剛好加入科大的這個 叫做Incubation Program 對,這是 科大那時候也是提供非常多的幫助 就是提供一個辦公室給到我們 然後我們就從那個小的辦公室開始 然後在招人 招科大的學生 就慢慢這樣起來 之後也碰到 也碰到理念非常相同的一些投資人 那麼相當於是我們公司的貴人 投資我們 對 So, how do you think in a level of startup you can be more resourceful in terms of solving what you need Right 對 對,真的是resourceful非常重要了 因為你資源是非常有限 那 這個就是要 就要開動腦筋對吧 你要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對吧 然後 我們一開始沒有辦公室 所以我們就選擇在圖書館 對吧,也能開始做 對吧,因為圖書館其實環境也很好 對吧,然後也不要錢 對吧,這是 那麼後來我們加入那個像科技大學的這個創業中心的這個RDC 它有個Incubation Program 那麼它就提供一個非常低廉的價格對吧 然後就給我們用這個辦公室 然後後來我們人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我們要找更大的辦公室 我們也不會直接到港島去找一個非常漂亮的寫字樓 因為都非常貴,租金都非常貴 那我們也就是 就在港客大旁邊找了一個很 就是比較偏僻的一個村屋 比較偏僻的說價格非常便宜 那所以就是你要能夠去找到一些比較成本沒有那麼高的對吧 然後又能夠這個support你核心的一些業務 對 對對對 你覺得你在USP裡面一樣的Generations 嗯 對 要創業的時候 如果他們真的是想要startup自己的一個business的話呢 就是 首先它的方向是要非常重要的 對 真的是要找準這個方向 就是說這個社會上社會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對吧 然後 那麼他們也是結合他們自己的這個背景 這個background 那麼他們能夠把這個事情給做好 這個方向非常重要 然後第二點就是要 要找這個好的一個partner 對 因為這個事情單打獨鬥 單打獨鬥肯定是做不好的 必須要有一個團隊去做 那這個partner是非常重要的 對 對 對 其實我還是會做一樣的事情 我還是會startup這個company 然後 因為其實你 當然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彎路你可以不走 對吧 有一些彎路你可以 你知道說這個事情是不對的 你可以不走 但是 在當時來看的話 你不可能 沒有人能夠為普先知 對吧 對吧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而且有一些坑 我們說有些坑的話 就是 實際上都是之後是幫助你成長的一些事情 那麼你必須要經歷它 然後你才能夠 你才能夠有深切的一些體悟 那個體會 對吧 然後才能把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非常lucky 我覺得我現在走 我從創業到現在 當時做的一些決定 在當時來看 都是經過深思愁慮 然後是非常理性的一些選擇 那麼回過頭來看 我都完全不會後悔 去做這些事情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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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